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 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用你听得懂话 说给你听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谢耀宗 我是代班主持人黄新华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 今天又来一些新闻重点 到底谁买千条烟 谁交办 撕烟十天 没真相 陈局省影168个小时吗 蔡总统却是火线道歉 国民党要问 他到底欠花妈多少 柯文哲的参选剧本 郭台铭扮演子弹吗 不过来因整合第一代 张善政已经入民了 高雄议会气爆调查首播 上款付装置费居然贵了五倍 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昨天透露 愿意接下韩国瑜的 国政顾问团总召一试 韩市长今天正式的对外表示确定了 另外针对记者问张善政 跟韩九二看法 这个有九二共事看法不同 韩国瑜他也表示 张善政院长做了他的表述 我也有我的表述 但重点是和平繁荣 互利共赢 张善政院长担任 国政顾问团的总召集人 已经确定 然后我们有很多位学者专家 还有一些政务官员会跟张善政院长来合作 来做我们的智囊 来做我们的国政顾问团 这非常感谢 他是不是也建议你不要谈九二共事 一次一次一个好不好 张善政是不是也提醒你不要九二共事 我想这个整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 因为两岸政策可以说是台湾对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会整个集思广益之后 再来向各界来说明我个人的立场跟想法 还有如何能够最符合2300万人民的需要 以及福祉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张善政院长做了他的表述 后续我这边也会有我的表述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就是和平繁荣 互利共赢是最高追求目标 郭董要回台湾 我现在目前还没有 我还在继续等待 我想会等一下 如果确定他回来 我想会再跟他联络一下 王沛 他就说不守他就不要了 我们都在尊重 还继续还会倾听 所有的党内这些先进 我个人都抱持了最大的诚意 来倾听跟交流好不好 王沛平曾经证实 国民党全代会之前 曾经跟高雄市长韩国瑜吃过饭 如今传出这场参序的幕后推手 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 但传出王金平多次婉拒当韩国瑜的副手 似乎意味着韩王沛破局 立委推测 王金平很可能在等郭台铭回国之后 整个蓝眼的整合进度 才会更加的明朗化 那我们26号已经有跟韩国瑜聚参部 我们是不是有允论他什么事情 应该是27号了 27号了 王金平四两拨千斤 证实的确在全代会前 跟韩国瑜吃过饭 唯独必谈副手事宜 现在传出当天的饭局 幕后推手是国民党前荣誉主席连战 传出王金平之前已经通过电话 向韩国瑜表明不当副手 连战27号设宴邀请两人 对韩王沛王金平依然拒绝 29号连战在力邀王韩会面 被王金平管拒 没有破局 我认为相关的整合还在强化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之后 换来应该可以整合得很好 坚持韩王没有破局 但王金平动向不明 基层看了好焦虑 蓝英立委推测王金平是在等这个变数 外传郭台铭31号返台媒体早上6点 就来到航空的商务中心外守候 但郭台铭办公室也发声明博士 说不清楚郭台铭返台时间 态度相当暧昧 郭台铭这张牌是否还能用 党内抱持观望态度 立委大力呼吁既不可施 我们希望韩国瑜市长赶快去跟郭台铭董事长约时间 第二个跟郭台铭董事长有交情的我们党内大佬 也应该要积极的去跟郭台铭董事长请益 希望可以团结 而这个整合的动作应该要在郭台铭董事长一回国 立刻来进行 呼吁高层抓紧时间就怕党内继续分裂 好排到时被完成烂排 TVB的新闻华少平刘婷婷特别报道 郭柯合作有谱了吗 因为郭伴的核心幕僚 昨天突然现身 北市府引发了外界的揣测 不过柯市长就解释了 两个人是为了公事才见到面的 根本没有正面聊到关于选举的事情 那么柯文哲现在对这个郭柯合作打太急 倒是清科的议员高嘉瑜他就爆料了 他说柯文哲私下有问过他 要不要当备会市长布局动作平平 开工顺利 大志战工办都跟动土 就算天气再热 柯市长难掩笑意 这样的心情恐怕就像和郭台铭的合作一样 因为前一天郭台铭核心幕僚 才被拍到现身北市府 和柯文哲面对面开会 开会的时候他又迟到 然后一开完会我就 还有下一个行程就跑了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讲话 说是没正面聊到 但这被认为难道是郭柯合起手势 看到他吓一跳 我还奇怪 这不是常在电视上看到 不过他也是两年前就聘了 那时候他还不晓得他是在 在永宁基金会工作 2020柯文哲打太急 但倒是有人先爆料 柯文哲对贝位人选很有想法 柯市长他私下也有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我不知道 就是问我说要不要真的考虑 去当副市长再去选市长 第一条是要选得上 问题是选不上 全部都屁话也没有用 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之下 会出现这种局面 就是说来了一个完全没有经验 真可怕 就算不明说 但柯市长私下布局动作评评 2020这场战局 柯文哲会成为什么角色 不知道 但势必不会缺席 TVB的新闻 陈生文附建成 李作恒SNG小组台北报道 那么郭台铭的核心幕僚 就是这一位发言人刘又彤 他昨天现身北市府客界关注 到底是不是真的合作有谱了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今天稍早的时候 已经发表了最近的看法 他说看到刘又彤的时候 他也吓了一大跳 两个人没有机会说上话 不过刘又彤现身的时机点 有些敏感也让外界充满了想象 有聊什么吗 没有啊 结果我 我开会的时候他又迟到 然后一开完会我就 还有下一个行程就跑了 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跟他讲话 所以郭柯如果是一个人抢人 一个抢人 你觉得这样的策略 是有可能奏效的吗 会有效果吗 我不晓得 反正是这样 每天晚上call in节目 总是要有东西让他们讨论 那你跟郭台铭见面的话 会愿意让我们知道 或者公开之类的吗 到时候再跟你们讲吧 如果有的话 上面总有看说实力 现在有人趁联挺蔡总统 那实力还支持 那实力力量 就是这样嘛 这很清楚 就是说 你不要幻想 即使挂一个标签叫 时代力量 那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支持谁 所以这个 慢慢我们要懂这个社会 就是说本来就是多元的社会 他也不会 我说那个投票100%的只有北韩 这正常的民主国家 不会有那种百分之百支持的 可是这几个联署议员 好像你过去都有提过他们 那这也没有什么 这个 不过常常是这样 他们 第一个连选举还这么远 这个再讲吧 那你昨天才说实力 会有70%支持你 这样会担心吗 不会啊 印象你的意愿吗 不会啊 这个 一样嘛 这百分之70啊 如果出现百分之30 那你没办法啊 市长如果郭台铭选总统的话 抢公国会来 就是 国家政策抢公国会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目前 台湾的立法院 你知道 反正 蓝绿两党嘛 到底第三势力有多大的空间 这也是在思考 不过老实讲 这也是台 我们目前要去思考 其实还是这样 如果有正常的两党政治 其实也不应该有问题 就是 问题就是 台湾就不正常啊 怎么办 所以不正常的国家 要怎么导正 好问题 回去想想看 那您阻挡的可能性 有没有现在比较高一些些呢 这还在想 看完对蓝绿 你觉得 看完对蓝绿 你觉得不是正常 那你会觉得 就是自己可以有机会 但是这样 当然 主党也不是一二三 你知道 常常 目前 整个从政的成本太高 这也是 这也是台湾为什么 会整个政党 才华 变才华化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 整个政治 从事政治活动的费用实在太高 当然 我们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 问题是 我们这种很便宜的选举方式 放到台湾不同的地方 或不同的候选人 是不是还能够用这样做 坦白讲是很大的问号 所以 所以很多东西是这样 往前走 问题是你不往前走 你也不晓得 市长说 昨年 准备好要参选 柯媽说您准备好要参选 有吗 不会 准备是国民的义务 但是参选它不是义务 它也是权利 那他还说你有机会就会选 我妈妈不会这样讲 不可能 我妈妈 我这样讲 她说双程论坛结束之后 你跟她报平安的时候 你是这样跟她说 不会 我妈妈很聪明的 我妈妈比我更不会失言 市长 那佩琪姐在脸书上面 为你被假新闻来攻击暴局 那你会不会觉得最近 假新闻好像对你交没有那么多 是不是绿营刻意在冷落 不是啦 这是边缘化战术 本来 所以是这样 每个政党都有他们每一个阶段 所以是这样 有时候 像绿营的说课你知道 一下子叫我选 一下子叫我不要选 我就知道他们 每次做民调一直在变动 所以 所以这也反映整个台湾的民意如流水 台湾的民意变动太快了 坦白讲 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该有的现象